8月29号来这边进门 他就给我做了个头皮检查 当时是他推荐我去做一个头皮卸妆 加去蟹的两个双重项目 然后当时我就同意了 杭州拱树区乐迪港A区三楼 有一家玉道养发 韩女士当时买了团购套餐 一个是清爽卸妆护理加平衡补水 价格129元 另一个是健康玉洗加去蟹控油 舒缓护理三选一 他选择去蟹花了98元 他是用那个一种东西抹到我头皮上 然后头发他拧一下 就会出现一些白色的东西 当时就出现的是这个 这里会很痛 他给你抹的是什么 不知道 就是他们一种卸妆的产品吧 应该是 有一点痛 但是我想的是可能是男生手劲比较大 我就能忍 这种情况下那就算了嘛 然后后来我隔了两天 两天之后我去洗头发 就出现了大量脱发的一个情况 韩女士拍了照片 他说这是洗完头掉的头发 完全不正常 因为我掉发掉的比较少 平时又经常做护理这些 然后头发就不怎么掉 后来几天我同事发现我头皮 就整个就发量就少了一半 韩女士提供了做项目之前的照片 对比之下 头顶的变化比较明显 他说自己平时作息规律 饮食也很清淡 怀疑店里给他使用的产品有问题 可能是有一点点刺激性的 因为毕竟白色的透明的东西抹到头上变成白的了 那肯定还是有一点问题在了 它那种是油浓油的性质 不管任何人涂上去它都是白的好不好 调化它本身就是跟油脂 跟你平时的清洁的洗护习惯 身体状况跟精神状况有关吧 它其实本身调化其实就只有这几种原因 所以那天你跟我说的时候 那你凭什么就直接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 我也跟你说过 我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 曾经并没有 我是在你家做完之后 两天之后我就出现了掉发 然后后面开始越掉越多 包括到现在为止还在掉 我已经掉了超过一半的头发了 我们产品肯定不会导致这种掉发的这种原因出现 因为我们的产品它清洁都是相对比较温和的 韩女士说出现脱发后 她在平台上给门店打了一颗星 并写了一段评价描述自己的情况 表示如果不是平台最低只能给一颗星 连一星都不准备给你们 没想到这个店家就在评论里回复 我是说我脑子和精神 说我精神和身体出了问题 我就真的很生气 当时我本来就是想给个差评就完事 你店家认了这个差评 后面有别人就是想去他家做项目的人 可以看一下看到我这条评论 给大家逼个雷也可以 我们美团上评论的是不是 我说它这种是不是导致的一种 原因可能会出现这种 我也没有说你有病啊什么 然后我也说了你出了问题 我们也是不辞责的呀 那我也跟你说过 我这方面并没有问题 你是从哪知道我是这里有问题的呢 我现在说什么都不信 你们只相信你们自己呗 我现在是休止期脱发 最少要脱三到六个月 结果你们还在说是我的问题 9月13号韩女士去医院做了皮肤镜检查 报告意见是皮肤镜下倾向于头皮皮炎 办休止期脱发 医生的建议就是说后续还得花大量时间去养 所以我只要求他们赔偿我到现在为止的费用 看病的费用 然后再退还我这个做项目的费用 再补偿我就长发减成短发的这个费用就完了 结果没想到我觉得已经很合理了 没有病没有扯出什么什么精神损失费之类的 我并没有提出 你这几笔费用加债有多少 就是2300多 然后这家我请假扣的工资可能有个300多一点 但是我只给他们写了300块钱 赔偿的东西好像没有 然后它是跟我们另外的零 就是公司的人沟通的 韩女士说之前有位谭经理主动驾他微信沟通赔偿的事情提出费用一人一半 但最后都没能达成一致 现场联系对方没有人接 记者发送了信息 后来有位廖经理打来了电话 他这种头皮头发状况的话其实来我们门店就是体验之前 因为我们门店也给他做了一个检测嘛 头皮是有一些状况存在的 什么状况 现在一个是头皮有一些就是敏感的这种情况 第二个就是头上比较油 另外的话应该是可能我不知道他的睡眠情况怎么样 但是从检测的这个部分反馈出来的这个结果是说有一些紧迫的这个状态 就是会看到一些血湿啊这样子一个情况 廖经理说韩女士做的是店里比较热门的两个项目 之前没有客人出现过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的产品在出厂之前都是经过严格检测和检验的 体验一下就是说是我们这个造成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好像很牵强的这种说法 廖经理表示如果能证明店里的产品跟脱发有直接关系 公司愿意承担赔偿 韩女士说她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平台 后续会考虑去第三方机构做个鉴定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